欢迎大家收听A1出机,我是冯海恩 话口未完,安省新型肺炎的住院个案真的上升 省政府今早公布,有790人由于新型肺炎要住院 比起一个星期之前的639人就多了百多人 今次的住院人数是3月5日以来最高 与此同时,深切治疗部的人数也开始升 现在有165个患者在深切治疗部 比起昨天就多了7个人 不过比起一个星期之前就是少的 所以有传染病科医生说,安省已经进入第六波疫情了 这位大学医疗网UHN的传染病科专家布格书医生 今早就接受CP24电视台访问 他说个案上升明显是在新一波的疫情里面 他说只不知这波疫情有多大和影响有多严重 他说只不知这波疫情有多大和影响有多严重 他说希望这个估计会成真 3月中协助抗疫的安省科学咨询委员会 在大部分室内场所即将解除强制口罩令之前 已经发表了报告,当时就估计 抗疫措施逐步放宽的话 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是会上升的 当时还预计住院的人数都会增加 但相信就应该没有之前那几波疫情增加得那么多 上星期就访问了大学医疗网的内科专家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教授 现在就负责在全国研究新型冠状病毒个案的 高级科学家张万卫医生的时候 张医生也说过不要因为抗疫措施放宽就松懈 最好在多种场所都戴上个口罩 因为这么多措施一起放宽 包括入境的检查 加上病毒又会变种全部加在一起都是一个忧虑 想听张医生的访问 可以去星岛A1中文电台的YouTube重温 至于今天 张医生就会讲讲中了招之后的后遗症 因为部分患者原本是马拉松的跑手 做开运动 但康复之后都很容易上气不接下气 未必是因为体力的问题 而可能是人的脑部神经出了问题 譬如以前跑完步会喘气 但休息一会 神经系统就会作出指示 呼吸就会回复正常 但中招之后 脑部神经就可能失去了自我调节的功能 结果就不懂得停 令人不停喘气 可能比起以往要用更长的时间 才懂得停 才懂得调节 听一下张医生的解释 以及以她所见 后遗症可以有多严重呢? 我有病人是起不了身 要一天睡床 做一点点 例如吃一顿饭 或洗澡 都觉得很累很累 每一样东西都需要很多精力 才能做得到 小小东西都是 所以当然不能上班 有时照顾小孩都不行 所以这种后遗症是挺可怕的 通常有这些严重后遗症的人 他本身是否有长期病患? 问题是很多人都没有 有些人有后遗症 其实之前是很健康的 又去跑步 又去做运动 有些是马拉松的游客 但是有了之后 就连走一个城市的街道 都不可以 一个block都会觉得喘气 呼吸快 觉得不舒服很辛苦 所以 每个人不太同 有些后遗症只是说 我问 就是问 或者是 那个味觉 不是那么尖銳 没有以前那样 大概50%而已 但是有些人 就真的很厉害 哦 就是以前做运动的人 如果有后遗症的话 对他来说都是这么伤的 就是他是做运动的哦 是啊 我们有好几个 在我们研究工作里面的 也就是做运动人 都是运动家 哦 那真的没有想过 我身边就有朋友 那些味觉是没有了 会不会逐步可以有的呢 张医生 很多人都会逐渐好一点 那我们就叫病人 那我们就叫病人 什么都去嗅一下 就是洋葱的味 也嗅一下 姜的味 也嗅一下 有花香的味 也去嗅一下 要教个脑 知道这些是什么味道 但是有些人两年后 都未必可以嗅得完 就是要很强烈的嗅嗅才嗅得到 那所以 各个人不是那么疼 恢复那方面 就是有没有一些办法 可以令到自己 好像以前那样的 我们就教病人是需要休息 还有我们所谓rest and pace 那就慢慢 今晚病人是会逐渐好一点的 那还有我们会教病人 做呼吸的运动 其实有些少似气功 那这些呼吸的运动 都会帮助病人 呼吸没有那么困难 还有我想是 没有那么多 我们所谓symptom flare 就是那些症状会有突发 你提到的这些后遗症 是不是最主要影响肺 所以令到那个人的体力 和呼吸有那么大影响 其实我觉得是影响 脑部神经 和我们脑部系统 为什么我这样想呢 就是因为呼吸是一个很自然的 功能 而心跳也是 有时候有过COVID-19的病人 就那些调理的 就是呼吸要多快 心跳要多快 那种调理是变了的 变了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样 譬如可以走几步 譬如心跳可能高了 但是会逐渐就低回 但是有COVID-19的病毒的人 完了之后的后遗症 就有些人就会 心跳一度都是高的 无论你是坐下或者是走路 都会是高的 即是没有了那个 自然调节的作用和功能 是的 我们就说的英文叫做Disautonomia 那真是不容忽视 即是未来的措施是放宽 但是我们自己都要自我保护 是的 我觉得是重要的 你预计要去到多久呢 即是我们这个提高警觉的警觉 要维持到多久呢 我觉得看着数据来做 如果慢慢数据是低的 那就可以 尤其是天气暖一些 那就可以 那些措施松懈一些 那到9月的时候 如果是那些数据高的 那又要再打針啊 或者是戴口罩啊 做其他的防御工作了 好啊 张医生 今天多谢你啊 不用